接种过COVID-19疫苗的美国人都应施打追加剂 而追加剂最终将成为判定完整接种的标准 路透社报道 福奇和其他疾病专家先前曾表示 预期明年春天美国的COVID-19疫情将从大流行阶段转为地方性流行病 这意味着病毒将持续以较低的等级传播 造成范围较小 程度较轻的破坏 但仍可能在未来几年爆发严重的疫情 鉴于美国新增确诊 再近几周持续增加 部分人士不禁担心 随着本周感恩节等年底节日陆续到来 旅行聚会人数增加 恐使疫情恶化 福奇在接受会议访问时说 我们希望打完基本剂量的民众尽可能都去试打追加剂 当被问及有多少人需要时 福奇说 绝大多数已完整接种疫苗的美国人 如今因施打COVID-19追加剂 因为数据显示 追加剂提供的实质防护力高过原始剂量 美国一经为止已有3300万名民众施打了追加剂 当局最近扩大对所有成年人施打追加剂的资格 至于美国当局在月初展开的5至11岁儿童 施打辉瑞疫苗计划 福奇表示 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新的安全问题